哈囉大家好 今天來分享一下在1月21號維修完之後 上線的MVP寵物兌換活動的硬幣 60等以上的人物每天可以進活動地圖領取的5個寵物硬幣 我把符合資格的人物每天都上線打卡領過一輪了 現在不想再領了 好累啊 現在總共有700個 抽一次會使用掉10個寵物硬幣 那我總共可以抽70次 會抽到什麼呢? 我真的很不想說啊 在抽的過程裡面還有抽到一些完全是我不知道的東西 比較麻煩的是 對話完一次之後 必須重新再點抽獎機對話 才能再一次做抽獎的動作 我抽到的大部分都是抓寵道具 以抓寵道具的部分來說 我覺得還算不錯 像是平常就打不容易掉的術衣果凍 我這裡就換到5個 還有兩個領袖手杖跟一個浪人的遺骨 風吐彈兩個 66猴彈一個 然後剩下的是高級寵物飼料5個 還有其中的25次 總共是250個硬幣 抽到了550個硬幣 這裡面還有一次是抽到了寵物硬幣150個 還不如直接給我抓寵道具啊 抽到我自己都不知道到底是抽了幾抽的 好了那這個寵物硬幣的抽獎紀錄就差不多到這邊 至少我還是有抽到我想要的東西 這樣就很滿足了 這個活動的時間截止日期到2月25號 活動辦法我會在底下資訊欄放上主委的介紹影片 大家好我是點點 那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就幫我按個讚 如果還有想要我分享其他遊戲內容的話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近期頻道更改了新的名稱 記得按讚分享加訂閱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任何一支影片更新的時間喔